我們先禮盡佛陀 南無達世 八高阿多 阿拉哈多 三媽 三不達世 南無達世 八高阿多 阿拉哈多 三媽 三不達世 南無達世 八高阿多 阿拉哈多 三媽 三不達世 各位法友 大家晚上好 上次我們有提到說阿舍世王 阿舍世王的巴黎文的意思 他是阿加他撒土 阿舍世 阿加他撒土 阿加他 加一個A跟英文一樣 是否定的意思 加他是生 生的過去分詞 撒土是底 所以阿舍世 這個字其實他是 必要生 我們都練成阿舍世 但是事實上他是阿舍世 他就是未生怨 未出生就已經是父王的敵人 是未生怨 阿是火定 加他是生 撒土是敵人 所以他是未生怨 但是還沒有出生就已經是父王的敵人 後來是有提摩達多的熊友 串為師父 跟阿舍世這個名稱的來源有關的 就是本聖經的第三百三十八個故事 本聖經的第三百三十八個故事 他叫做夫本聖堂 這個自戀成夫 夫就是米康的意思 粗康的意思 道指那個草坑 粗康的意思 夫本聖堂 我們知道我們這個課是叫做 阿彼達摩與巴利三藏 學習以應要 如果我們全部都講阿彼達摩 阿彼達摩是很嚴肅的 是蠻嚴肅的 讓大家很有興趣 大家一定都會聽得覺得非常無聊 所以真正阿彼達摩是蠻嚴肅的 是很難把它講成很輕鬆的 不過我們知道阿彼達摩跟我們是息息相關 我們在導論的時候 就是在剛開始導讀的時候講過的時候 跟我們有什麼相關呢 四個層次 學習阿彼達摩有四個層次 第一個就是認識生命 或者是說了解生命 認識生命 第二個是什麼 是 改善生命 改善生命 因為我們從那些心路 就像上次所講的 你生氣了以後 你從後心去看前心 就算你去數那個 生會相應的心 還有一個心 多少個心手 數一數以後 你的生氣大概 不知道哪裡去了 教育大伴 可以改善你的生命 認識生命 改善生命 再來就是移生生命 就是說 告訴你修訂的方法 如果你能夠得到禪定 臨終之前還保有禪定 那一定是生到犯天去 那麼就是提神生命 然後再來就是超越生命 我們現在講的那些官制就是 如果你能夠到那個地方去 然後又能夠修到正道真果 那就變成 從凡夫變成生人 那就是超越生命 一定保證是不推轉 一定是可以正等那旁 那就是超越生命 但是另外還有巴黎山藏的部分 巴黎山藏的部分裡面 有一些對我們也是相當的保證 所以我們現在來講這個阿瑟赤 跟提普達多之間的關係 我想今天花一點時間 把它做一個比較完整的概念 當作是我們這個課程裡面 巴黎山藏的部分 那為什麼它叫做衛生院 我們看這個故事 這個是夫本身堂 本身經它都分成續分 續分 組分 跟最後就是叫做結分 就像一個整理經 有什麼流通分 什麼分 然後我們看這個細分 細分說 這個本身堂是佛在竹林經社的時候 對阿瑟赤王子所作的談話 據傳比數於母胎 其母及基薩羅王之王女 阿瑟赤王子的媽媽是 基薩羅王 基薩羅就是喬薩羅王 喬薩羅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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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我們講喬薩羅王就是波斯利王 但是這裡喬薩羅王是波斯利王的爸爸 這是大的喬獸 老的 老的喬薩羅王 所以阿瑟赤王子的媽媽跟波斯利王是兄妹 就是波斯利王的妹妹 那也就是說波斯利王是阿瑟赤王的舅舅 我們知道釋迦族他們都是近親通婚 包括活頭 活頭的太太耶穌陀羅 是他姑姑的 的女 耶穌陀羅是他姑姑的 是姑婊 姑婊以現在的 林法來講是不能結婚的 他們以前都那樣結婚 等于是敬患王的妹妹嫁给善绝王 耶稣陀罗的爸爸叫做善绝王 所以他娶的是姑姑的女儿 所以他们都是这样尽情同奔 所以阿舍士王的妈妈是波斯尼王的妹妹 然后他妈妈怀他的时候 就请欲饮贫沙罗王诱妻之邪的愿望 怀孕的时候就有这个怀孕 怀孕的时候大概就是想吃这个想吃那个 想吃酸的想吃甜的这样 他现在是想要吃 贫比沙罗王诱妻之邪 又希望无论如何必须满足这个愿望 所以他妈妈被四年等温和对比等年级此事 王亦耳闻此事 国王知道这件事 忽观人相者温裂 非其子冤争其结果为何 看病人回答说 数以非胎之胎 为媚如而躲起王位者 王云若愚之而杀于其的王位 其有何恶事 王亦刀刺又兮 以精气胜血 此非云之 我们知道 比苏罗王他是蛮有善根的 是听国头说法以后他就正得了出国 所以他讲说 假如我的老子杀我起了王位 这也不是什么坏事 有这样的凶惊 因为这样 他们 这一个国家 就是摩羯头国 那个时候 摩羯头国跟乔萨罗国是两个大国 加比罗魏城 就是加比罗魏国 他是一个小国 是 乔萨罗国的 附庸 这个摩羯头国 就是因为这样 连续五代 儿子杀了爸爸篡位 后来人民实在受不了 就起来 推翻 推翻这个政权 那这个王辉就是 阿舍氏的妈妈想说 假如我父中的 我杀父 我将如何处置 与你以为 为了把这个胎儿剁掉 为了剁胎儿 柔腹汗出 黄之此夫妃 此夫妃 夫妃 余等之 沙与投起王位 虽然余上不好 但并非不死之身 余望见 余子之眼 自此以后 断然不可为如此之事 非往 黄怨 柔腹 黄之之之后 敬非以后入怨 归月满身而命名之日 因王子为生 即为父之敌 所以命名为阿舍氏 他的妈妈其实是 很爱 他的爸爸 所以他知道说这个小孩 将来会 杀死他爸爸 他想要把他剁胎掉 就是 打他 打自己的肚子什么 要想要剁胎 但是被这个 拼命受到 把他禁止 彼于王子 相信众自己成长 某路之时 佛由五百比丘 伴入于王宫 作者 卓作 王为佛与比丘中等 准备 加位之转宴食物 礼佛天劳而作 王由强固爱情之恋 抱王子至于膝上 对 抱王子至于膝上 对王子由爱佐之心 指施于彼而不听法 佛之王之由于不觉 佛言大王 席日诸王 不信自己之王子等 使之隐居 下命令人 待于此后 伴来 及王之位 佛应王之请求 回说过去之时 就是 因为这个 丙比说的话 国王也是很爱自己的儿子 然后 佛仑在说话 他都没有专心听 佛仑 知道 知道 这个王这样 曾经提醒这个国王讲说 以前 曾经有那个王 因为 因为怀疑自己的王子会篡位 会杀他 所以 他是先把那个孩子 带到别的地方去 不要让他在王宫里面 这样的意思 然后 吩咐说 等我死后 再去把他 再把他带回来当国王 这王子说 被暗杀的意思 那底下 主吻就是讲这个故事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看 故事的大意是说 以前 在 在波罗奈国 幻里王治国的时候 菩萨是一个 有名的老师 很多的王子还有 佛罗子等 都是拜他为师 波罗奈王的王子 16岁的时候 会跟 菩萨学习 学习以后呢 请求老师许可就回家 菩萨 依观人像素 看这个王子 想说这个王子 以后 他的儿子 会想要杀他 然后依他的 他要依他的神通力 来把他 排除这个障碍 所以他就告诉他四个祭颂 第一个祭颂是说 在你登王位 儿子满16岁的时候 然后在一起吃饭的时候要唱这个祭颂 第二个祭颂是在行大接见的时候 要接见你的儿子那个时候 唱第二个祭颂 第三个祭颂是升宫殿的时候 站在最上面的时候唱这个祭颂 第四个祭颂是 进入殿琴所的时候 在廊下唱第四个祭颂 因为 菩萨已经抑制的时候在这个 四种情况之下 那时候 他这个国王的儿子会想要 谋害国王 那这个 给他这个祭颂 可以化解 这个国王就 把这个祭颂记起来 然后 这个太子呢就把这个祭颂 记起来然后就拜师 回家了 后来 回家以后当然是当父王之位啊 他的爸爸死后他就变成国王 然后后来他儿子16岁的时候就真的是开始 要 开始想要杀害他的爸爸 那么就在 这四个情况之下 这个情况之下 因为他在练了这个祭颂 因为他老师交给他那个祭颂 国王的老师交给他的那四个祭颂 都一一化绝 啊 这 儿子因为 阴谋失败就被关起来了 被关起来 然后等到 国王死了之后 还被放出来 然后来继承 继承王位 就是这里写的 那时候这个王想着菩萨自得 然后在他王死后 王的遗害处理完了之后 将他的儿子 有牢役里面放出来 继王位 所以最后 菩萨 跟 这个摩羯托国的国王 比比塑罗王说 大王 席日的除王 以可遗者遗之 菩萨说明这个理由 皇对菩萨的词语 人不留意 因为菩萨这样提醒他 他人不留意 所以后来他真的是被阿瑟士 王子给他杀死了 然后这个 皇后非常非常的伤心 没多久 以后也就死了 菩萨女王因为那外甥 杀死了他的妹妹 所以 那时候 他就觉得说这个外甥 不是什么好人 然后 事实上这后来这两国就经常打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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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